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位4.0是從德國開始發展出來的 那我們機械工位 事實上從2017年開始 也一直在推動工位4.0 所謂的工位4.0 其實有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 現在的少子化 第二個 就是未來工業發展 事實上從2019年 我們的架構就已經慢慢規劃 智慧製造這一塊 我們公司因為場地的受限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決定 我們工廠要改造之前 我們要先把所有的硬體設備改變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全部 把那個舊工廠打掉重蓋 所謂的工位4.0 其實是一個蠻抽象的這個議題 那我們公司也是從零開始 慢慢摸索 那因為我在本身在機械工位 有擔任常務理事的角色 所以我對這一方面蠻有構想的 專業的領域跟所謂的工位4.0要結合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找專業的人員 人才包括一些整合公司來配合我們 所以當初碰到最大的困難 其實就是人才的問題 人要改變要有很大的決心 這幾年為了應應整個市場上工具機 包括工業4.0 包括節能減碳 這幾個議題的主軸 我們在做創作一些研發的時候 我們是從客戶的使用端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自動化的產品 列為我們這幾年的一個創作研發的主軸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所有開發的產品 它都是一個永電式的一個結構的一個系統 就是在一秒之內可以吸止之後 它就不再供電 所以充分的達到一個可以快速減冷的一個動作 以前可能需要用很多的夾置具 去做一個夾磁 常常會有發生一些重複工段的問題 以前目前所生產的一些磁力夾具系統 它都是以五面加工可以快速成型 在2019年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的工廠 重新再擴建成四層樓的一個智慧大樓 它的一個加工產能 我們預期可以從48小時的話 我們已經可以延伸到54個小時 可以作為一個關燈工廠 那裡面結合了包括馬扎古工具機 巴納科的手臂 還有宜成的夾具系統 那我們又導入了MES的一個派工系統 那結合ERP 還有包括自物流 還有自戰形式 那我們把它做為一個整個產能做一個串連 首先 宜成長期在配件的領域裡面 在磁盤領域已經發展得很好 那我們有很多工具機的客人 因為有多盤的需求 那在多盤加工裡面 我們會遇到它的機電池 要機時跟退池的疑慮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就設計了一套系統 叫做快速接頭裝置 可以讓客人在我們的工具機使用上 能夠快速做交換跟使用 那也搭配了多盤的設計 所以我們以後的產品應用上會更多 搭配自動化的需求這樣 我們相信現在所有的工具機業者 包括零配件業者 包括中端的使用客戶 他們想要導入自動化產品的時候 通常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最終的一個整合 所以我們這次的產線 包括我們的磁性夾具 包括刀具 包括刀桿 包括量測儀器 我們這次把它做為一個整合 我們希望除了藉由移層 本身在磁地夾具系統上的專業之外 再提供更多在自動化整合 虛實產線上的一個Toto solution 現在全世界特別是台灣 比如說日本比較先進的國家 包括大陸都現在都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少子化的問題 所以智慧製造這一塊 將來就是會成為工業發展的主軸 我們不只把自己做到智慧製造工業4.0 我們也要延伸到客戶的需求 現在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所謂的地球村環境保護 也就是最近也在談的ESG 現在歐盟已經開始要徵收碳稅了 我們地球只有一個 所以在工業發展的過程當中 地球的這個永續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那事實上我們公司現在的產品 就是百分之百符合節能 節能減碳的方向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一直有一個方向就是 我們要不斷地前進 我們要不斷地改革 Keep rolling in Metro walking 我們訂閱我們 我們不斷地改革 我們不能在內施 為何不斷地改革 有一個層次音樂 你可以不斷地改革